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北军虽说在东北王张作霖的苦心经营下 在当时中国各路军阀里 实力是最强的 有自己的大型兵工厂 坦克 战车 装甲车 飞机 军舰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但相比日本还是弱保 日本有非常发达的工业和科技做后盾 陆海空诸多兵种装备居世界前列 东北军只是异于封建军阀武装而已 和日军根本就不在一个较量等级上 其次 东北军战斗力远逊于日军 东北军虽说在当时国内是最强悍 实力最雄厚之地方军阀 但由于其复杂的军队成分背景决定了其战斗力 充其量就是地方保安武装之水准 且派系临利 不利于抗战之团结协作 而日军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但兵素养和整体军事水平领先世界 二战时日军横扫东南亚 击败美 英军队 就是日军战斗力强悍很好的证明 再次 双方综合军力不对等 东北军说白了只是一个地方军阀武装而已 而日本却是世界第一等的军事强国 和日军根本就不在一个军事等级上 国民政府及全国精锐之武装都惨败于日军 足以证明在军阀割据战争中都没有取胜的东北军更不是日军的对手 综上所述 东北军在张学良的率领下 拼死抵抗短期 下不是日军的对手 但张学良的不抵抗和抛三千万东北民众 于不顾是可耻的 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全民族的持久战 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 最终才能打败日本侵略